拍古装剧我们需要带着镣铐跳舞 历史史实你不能违背 所以它要求各个部门 特别是影像构成里的朱单元 包括服装 化妆 道具 都要大体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 这一点上是耗费了我们太多的心力 我们做的那些兵器呢 都是非常的精致 然后非常的真实 它的体重 重量感 还有这个材质 都是非常的正确 出到京都的人 出到京都的朱单元 真的很像 但你可以把这个 到时候我们把材料 真的耶 这边另外一边是京都 这边是中国的庭院 除皇宫以外 洛阳司马府是本系中 最重要也是做的最精致的一个场景 走了一些日式园林的方式 并不是我们要去抄袭日式园林 而是把日式园林提炼出来 去做减法 规整 而再去加一些我们真正中国元素在里 让观众看完之后 这是一个日式的状态 但是它细节上并不是按日式园林的方式去处理的 细节的表达上我们大量采用这种镂空 这种所谓的中国风的味道 这种枯山水的味道 这种血液的味道 他们都在讲说是细节 所有的影视剧里面细节要战胜一切 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细节你坐在哪儿了 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 每一个画面里的地板 就是窗面几近 非常干净 导演对于画面里的一种要求 和对比我们这部戏一种态度 认真的态度 整个从视觉这块设计上当中 我们可能做得更为极简 还有一个呢 我们在设计的一个观点上的地方 我们可能大量所有东西 完全从角色的人物出发 军事联盟所有服装设计 它的创新点在于 要电影的质感 服装款式上面 然后所有的东西 怎么把它做到现代化 我们融入了一些西式的 这种裁剪方式 做了一个中西合并的这种工艺处理